大家好,今天在東京吃完飯,就介紹一下我住的地方 那我為什麼會喜歡住日本呢? 第一件事,大家知道我江頭了 洗澡後,浴室的頭殼頂有個浴室寶 暖風不斷浸在我頭殼頂的天靈蓋上,很舒服 然後你去到洗手間馬桶,它有個暖暖板 坐得很舒服,立即去看看 大家好,華記12月16日深夜報道 很多朋友問我,你在東京住在哪裡? 我今天跟大家說,我有幾個鬥 有時我會住在港區,即是這裡 有時我會住在新宿 我很喜歡住在民宿 例如今天有一個房間,沒有人租 我今天可能會住一、兩晚 然後就找人清潔飯 然後再開放 或者他現在網上預約到 明天幾時,我便找人去清潔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斷自己住在民宿 你才知道有什麼地方 改良改善改進 所以我經常會住在民宿 今晚就在這裡曬 這個單位 在這裡 進來就先摸鞋子 好 看看 我就是在這裡 我便進來 先看看浴室 進來洗麵盆 是乾濕分離的 接著有一個浴室 有一個浴室 暖粒粒的頭黑頂 今晚就洗掉了 這個就是我最喜歡的座廁的暖板 暖粒粒 好舒服的 好 接著呢 就在這裡 進來 就是一個房間 這裡 有一個衣櫃 很大的衣櫃 這裡有一張沙發床 現在就攤開了 其實反過來就是一個沙發 這裡有兩張 其實這裡 是叫做一房一廳 有門是可以間買的 接著來到這裡 這裡有一個露台 這裡有一個梳妝櫃 我想跟大家說 這個是王牌的職 即是現在 是三百多呎 有一個露頭 有雪櫃、微波爐 有暖水壺 有一個廳 有一個房間 有衣櫃 衣櫃很大 你去五星級酒店 都不會有這麼大的衣櫃 甚至乎現在所謂有星的酒店 四星 他都沒有衣櫃 是給一個 一條通 來掛衣櫃 不會說 有四格衣櫃 所以這些來說 暫時 我們可以租到 1600元 聖誕節的時候 這些很好收藏 我今晚會住這間房間 留意 通常合法的民宿 都有一張紙 所以今晚 我就會在這裡曬一晚 多謝大家支持 大家知道我住在東京 其中一個鬥 就是東京鐵塔這裡 在這裡 大家好 我是師傅 今天來到深圳福田 門展中心的一號碗 從明天開始 十六號到十八號 上午九點鐘 至到晚上五點鐘 我們會在這裡舉辦 一個展銷會 這個展銷會 是華記的知識會社 負責指辦的 到來時 我們會介紹 大阪的民宿學會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參加 這個展銷會 大家可以在深圳福田站 出閘後 坐這個地址過來 大約五分鐘 四十分鐘 就會來到 到來時 你會記得坐一號線 出閘後 大約五分鐘 就會來到這個位置 記住 一號碗 我們証的位置 就是F04 明天見 大家好 今天為我們的陽光大廈提升服務增值 馬上過來看看我們的陽光大廈 嘩 大家好 剛剛 在東京鐵塔公司 就下來了 今天開會有一個全新的服務 就是Upgrade陽光大廈的所有B&B 首先 我們的民宿 的位置就是在這個 東京鐵塔附近 這個叫做東京陽光大廈 我們今天有什麼服務提升呢 現在競爭激烈 我們要在行內做到天花板 人家做到我們做到 人家做不到 我都做到 為什麼呢 就因為我們會有一個專車接送服務 只要訂我們的民宿B&B 我們就會加一個機場接送 譬如你在東京的成田機場 或者東京的羽田機場 我們會有最新的Alfred 七人車 還會有全世界最環保的輕能汽車 就是這一台 如果你人少少的 一兩個試試輕能汽車 很過癮的 我們今天就介紹 我們這個 Cow Kew Sunshine Tower 我們這個東京陽光大廈 有什麼配套服務呢 希望大家來玩 有一個Dream Tour 我們首先 進來的時候 訂房 我們會有一個 密碼給你的 譬如你是訂 6701 或者是501 或者602 我們就會有一個密碼給你 這個Key Box 你打開之後 就側條鎖上去 側條鎖上去之後 這道門就會開 你看到這裡 很漂亮的分析 有幾十套免費給你拍照 因為這個叫Dream Tour 好了 來到這裡 你就搭電梯 有些朋友說 其實那些垃圾是怎樣處理的 這裡很簡單 你只要把垃圾 扔下來 這個垃圾房 就完成了 好了 我們還有什麼服務呢 很好心 很好看 就是下雨的時候 我們會有很多 共享雨傘 免費給你拿去用 用完拿回來就可以了 大家就有些品行 放回來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還有什麼服務呢 除了提供專車接送 你訂民宿的時候 由成田機場 宇田機場 或者大阪 關西機場 可以來到我們陽光大廈的民宿之外 還有一個提升服務 不是自動販賣機 是我們這個 最新的 最新的 現在在日本東京 最流行的 這個LOOP 你有電動單車 再有電動滑板車 哇 我們這個真是Dream Tour 為什麼呢 我們來這裡旅行 除了你說 和酒店 有一個很明顯的分別 第一就是價錢 第二就是面積 你用兩星級酒店的價錢 可以住到五星級的面積 不只 你還會有 滑板車 分紗 超跑 攝影 再加上可以機場專車接送 嘩 真是碰到那輛車啊 所以大家呢 今時今日提供服務 是要不斷 是要增值的 幫我們的產品 所以呢 我們為了提升我們 B&B的入住率呢 現在呢 就用一個全新的Alfred 可以呢 就跟大家做一個專車的接送服務 當然啦 訂民宿的時候 如果要專車接送服務呢 就當然要加點錢的了 但是你省了時間 和很方便啊 好了 無論你選輕能車 或者選七人車 我們都可以安排給你的 有興趣的朋友呢 就可以WhatsApp去 加852 6998 6777 我們的所有服務呢 都是符合日本的法例的 多謝大家支持 日本 追尋21世紀遊行快樂 體驗全亞洲最宜居城市 酒井法子歡迎大家來日本 旅居置業 享受高品質生活 皆様 ようこそ日本へ 也行